作曲 亭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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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雪兒出身經劇家庭 三家姐是袁秋 1970年加入影視圈 當時年齡不足16歲的雪兒姐 已經是肖氏武俠片的花彈 其實我從小就發明星夢 我拿著我媽媽的睡褲 在這裏伏水袖 學習別人 我看電影 見到馮寶寶 我很羨慕她 她哭我又懂得哭 我很投入 我從小就很喜歡演戲 他們未想我入行 他們想我繼續讀書 但我自己很想 盡快做到這件事 當時街藝電視有一個招聘廣告 全部裏面說的東西 是適合我的 16歲或以上 我當時適合16歲 然後就說 懂得少少戲劇優先 我全部都很合理 我好像覺得 這個廣告好像叫我去 所以我就走了去街市 那時候家裡也挺大的反應 我媽媽就 我告訴我媽媽 我說別人讓我當女主角 我媽媽說 你不要傻女 她覺得 一個16歲的女生 怎麼會別人 你又不懂演戲 又未學過 無端端 別人怎麼會讓你當女主角 其實監藝電視打給我 的時候說我得了 是決定用我 我告訴我媽媽 我媽媽覺得我是被騙的 她不相信這件事 後來我簽約都沒有效 我還未夠年紀 我說不如你跟我一起簽約 去到電視台 真是電視台 真是有人出來 真是有人講解合約 才開始接受到這個真是事實 她都說 你這麼小時候不讀書不行 我說其實讀書隨時都可以 她就找了補習先生 就是我一不用開工 我就要補習 但是以補英文為主 其實那個過程 我覺得我挺懂得推銷我媽媽 我媽媽說不讀書 將來沒有前途 我說不是媽媽 我現在賺的錢 比大學生多多 我說 我那時十幾歲 我在想想 為什麼我會這樣推銷我媽媽 我媽媽是否覺得 事實上是真的簽約 雖然人工不高 但是在市場來說 人工也不少 她看到這個女兒 為什麼十幾歲 人家會這樣簽約 然後給她這樣的人工 她都覺得挺有趣 覺得挺特別 她接受了 她 pixel levar你去了 在做個地獄